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是来自于这一节 去瞧瞧 今天为您介绍这位设计师 他的涵养就像是一位艺术家 而物主本身 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跟品味 两个人相遇之后 激荡出来的色彩 就是一场视觉上的饗宴 邀请您一块来欣赏 刘荣露设计师 对于空间设计一向心意动人 拥有深厚的艺术内涵与时尚品味 大胆的空间剪裁 以及超越现代感的完美线条 为居家空间带来独特魅力 基本上也23年了 那之前都没有动过 我有舍不得丢东西的 然后就觉得好乱好乱 但是我不知道从何收纳 因为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跟我先生讨论 就说这样装滑 比买新房子还便宜 我们知道其实 刘老师过去的设计 也是非常的前卫 但是接到这案子的时候 跟你过往 据说有一些突破跟挑战 在哪边呢 这一次有一些比较大的突破 就是我们希望整个空间 它空间跟空间之间 可以链接得更加多元 以及更加完美 比如说空间的屏数 设计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我们能够改变的就是 怎么去好好地运用 它整个的空间的大小 所以我在空间规划的时候 注意的就是如何放大 它最重要的空间 那如何去精简它不重要的空间 一切空间都是用逻辑的思考去架构 就像我们看到客厅我要让它尽量地大 以及客厅跟餐厅可以共同使用 就我们在的这个客厅来讲好了 我一进来坐下以后就发现 你这非常特殊的不规则的线条 就充施在这空间当中 跟我们说一下 从客厅这一道线画过去 你一开始的设计的想法跟理念 其实我想要谈的空间 就是能够在规划的时候 突破所谓的墙体或者是地面 或者是天花板 你要让一个好像不规则的线条 在一个空间里面是舒服的 那它必须用一个更清晰的逻辑架构 去整理这个不规则的线条 解构就是为了要建构 我们用清晰的逻辑 去建构一个更适切的 一个使用的空间 所以我们在建构整个空间 打破它原本的思绪以外 那我们想要它整个的空间感 是更放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雕塑性的线条 可是这个雕塑性的线条 不是只是服务于美学 它服务于我们的空间的一个感受 当初的房子 因为二十几年了 它基本上是太拥挤 然后我也想去改变 可是也不知从何弄起 就整理是 每天就是在堆堆堆堆 堆积如山的东西 然后就觉得越来越不舒服 因为有一天连我的先生都说 你真的可以想办法 把这些东西看怎么样弄 那后来找到刘老师以后 这个问题他真的帮我解决 因为我就跟他是说 这么小的空间 这么多的东西 如何让我可以 把这些东西还是留住 可是我都不要看见 那我觉得他这点做到了 都留在 然后呢 把这个空间就延伸 然后看起来就这样一样有 原本一辈大的那种感觉 然后整个空间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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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适这样子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其实钢琴在这个空间扮演的是一个负面的角色 因为它坐落在空间的中央 而且它被抬得非常高 所以整个空间被切得非常的零碎 那导致空间的使用是很压迫的 所以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除了光线以外 我就是想要如何的把这个钢琴安置到最恰当的一方 最主要就是说 以整个空间的配置来讲 比较宽敞的空间先留给客厅 它是可以阅读以及用餐 那我希望它跟外面的景致可以有一个很充分的互动 所以我把另外一个空间 它的尺度留给钢琴 这个案例当然就是在我整个职业过程里面 色彩运用的是比较极致一点的一个案例 藉由因为屋主的一个品味以及它的开放的思想 然后我们可以去更大胆地运用颜色在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也藉由这样的案子让色彩去展现它的魅力 厨房我就跟他说我厨房要什么样的感觉 我要热情 要热 看到我的厨房我就会很想在厨房玩 玩哦 不是工作是玩 那我没想到就用桃红 一开始我就想用纸 结果刘老师建议说桃红看看 桃红一比 简直就是太棒了 完美的搭配 有时候我做菜在厨房还会笑 也会转头看一下我的桃红色 哇 怎么这么开心 哇 这好像大明西摇滚歌手的房间 你要说它复古但又很现代 对 因为整个的形式 我其实要做的就是一个稍微比较磨灯一点的感觉 那所以你看它的线条 从天花板它是一个弧形的 但是就是带点磨灯 可是它又是很温馨的那种磨灯 从天花板之外 这个所谓的圆弧没有边线零角的一个造型 延续到包括了放扩大器音箱的地方都是如此处理 对 我们希望就是说让它的那个主墙面 因为它的电视以及它的拉门的关系 我们搭配了几个不规则的收纳的空间 让整个的画面更有磨灯的感觉 从一开始开工到结束大概半年 那我人也都住在外面 那这个中间跟刘老师在讨论也是讨论半年 而且刘老师也是很愿意听我说 所以那一开工每天的师傅进进出出都很多 那我就是每天来 有时候我都很感谢 很感谢就是整个这个teamwork 就是刘老师他们这个整个teamwork 然后每一个人都还真的是 有他们才有今天完整的这样对不对 不光是只有我或者只有刘老师 我就是整个整个所有的人都很谢谢他们 我在厨房常常坐到半夜12点还在那边玩 然后有时候坐在garden window 看看我的外面的花花草草蝴蝶蜓 还有蝸牛一大堆 所以每个角落真的都有它不同的故事 财宝在哪里 我的心也就在那里 我觉得家就是我的财宝 谁说家只能有一种颜色 谁说家只能中规中矩 借由柳融路设计师的艺术内海与时尚品味 营造超越住宅空间的完美线条 借着屋主对家的期待 呈现出时尚里的温暖 也不禁令人崇尚 不按牌里出牌的生活 竟是如此精彩 想看更多柳融路设计师的精彩作品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